回家吃饭 它有时飞着一半 从外面穿 就这样绷连续的 这叫得瑟 敢要去吃饭啊 这是简单版的 还有升级版的 耶 出台 展翅高飞 这天啊 小雪 您这二位带着食材 它在进补吗 进补啊 我们吃一点这个黑茶烧 感觉上会很舒服 因为它比较甜 稍微拎拎水 一会儿我们就要进烤箱 叫养生脱骨带鱼 跟真带鱼一样 葱姜蒜味都出来了 它这个额头呢 它可以把羊肉里边的汤味 给吸进来 这个时候有菜有汤 哇 太好吃了 离边野局正堪鱼 细把山楂串念珠 小雪寒松虫害少 何妨大胆入袍除 这一天呢 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雪 到小雪这一天呢 北方呢会下一些小雪 南方呢天气就会渐冷 到这个时候啊 您想想 雪一下来 那满地白茫茫的 该多浪漫 但是啊 这雪呀 落地极化 还不成形 人们穿衣服又少 所以呢 会感觉到寒冷 人们这心情啊 就比较受到影响 你就感觉到难受 痛苦 纠结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回家吃饭的高手 我就告诉您啊 小雪该吃点啥 今天都是小雪了 在他们来之前 我先想一下 今天二位该给我准备 什么好吃的 让我补补身体啊 我的身体 确实也需要再补一补了 我想一想啊 一般像小雪这一天呢 那肯定得是牛羊肉啊 哎呦 下着雪 来一碗涮锅子 喝 您拿来羊肉一涮 哎呦 哎呦 哎 不说了 咬舌舌看 哎呦 我说要吃上涮锅锅 那该多过瘾呢 哎呦 二位来了 来了 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来 姐姐您这边 大厨您这边哈 好嘞 哎 不对啊 这这 不是 牛羊肉呢 牛羊肉 不是 牛羊肉必须要进补的 不是 但您应该准备牛羊肉吧 这个 不是啊 我们刚才都说了 这天啊 小雪 应该多准备点进补的 您这二位带着食材 它进补吗 这个 这这这猪肉进补吗 进补啊 也是进补用的 对 哦 那您 你得让大厨 给你好好讲讲这小雪 是这样啊 小雪啊 咱们就说 它还不算大汗的节气 咱们是 终渐地去进补 它没有反正特别冷下来 我属于一步到位了 不太合适 您先介绍一下您 我们认识一下 我姓顾 叫顾妹 是北京人 大厨 您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姓李 李涛 研究大概十五六年的药膳了吧 今天我问顾大姐 您给我们做这条菜叫什么呀 家庭密制黑茶烧 您站中间 好 您操作 咱们猪肉里头 专门有一部分叫梅花猪肉 把这梅花肉呢 就提前腌起来 哎 不对 我吃那叉烧都是那个里脊肉啊 是这样啊 选它呢 是因为最后呢 你会吃起来呢 有点软糯的感觉 你不觉得你那一块一块的很硬吗 但确实啊 有点软糯感觉会 口感会更好一些啊 因为它梅花肉的这一部分肉质是比较细 有的呢 还会里面会飘一点那个 就肥的 那脂肪丝这样的话 它的肉的总结构好 你吃起来口感 这个是您腌制的啊 腌制的 腌制您都用什么调料了 黄豆酱油 然后加上砂糖 然后有姜片 香叶 还有一小角角的桂皮 这腌制大约多长时间 应该要是小时 就提前一天腌 提前一天 好的 那我们把它腌制好 这个梅肉我们怎么处理 煮它之前要先制一个卤水汁 因为要用卤水汁 这个肉 我们现在呢 就先把这个卤水汁用的材料啊 药会皮 八角 八角草一大力 其实就够了 然后呢 香叶 香叶来 少来一片 因为我腌的时候有香叶 然后花椒 其实呢 我对北方叉烧 我还是很亲存怀疑的 因为呢 我们南方的叉烧 确实吃的比较多 而且大馆比较常见 北方的叉烧 说黑叉烧 到底什么样还不知道 这个就是家里做的嘛 比如说亲近朋友 也都喜欢 那情况下 那你觉得呢 是不是就会 比较有市场 就好 所以那都讲了 回家吃饭 都在家里去做这个饭 现在呢 我们过来就要倒这个 黄豆酱油 煮40分钟左右 然后这样呢 出来把所有的渣子滤掉 今天我们这个呢 会等的时间很长 所以我是事先在家里做了一点 太好了 你要是不 我这一会嘴馋呢 我就把这生的就吃了一会儿 那现在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进行第一步 这个黑茶烧这个煮制 嗯 现在呢是这样啊 我把这个卤水制倒在里头 好 然后呢 再加一点清水 没过它 没过它 对 好 然后呢 这时候加红酒 嗯 腌的时候不要这样子 然后是用香葱 嗯 开火呢 等一会儿 三分九七再再火 对 这个就是咱们 其实注重这些小细节 就会让您这个菜 开小火慢慢的 更香 这个做法是不是 跟家里人传下来的 其实我是没见过外婆的啊 哦 但是呢 就是从她开始做 然后我妈妈开始做 现在是我做 就一辈一辈传 哎 哎 是这样的 真好 来看啊 期末了 这个你看我们今天是 这个小雪 对 到了今天呢 天就会比较凉 我们吃一点这个黑叉烧啊 可能感觉上会很舒服 因为它比较甜 你想这个味道一甜呢 你的心里就会美得嘴的 这样可以盖盖子 哦 盖盖子 我们小火呢 煮至大概40分钟 40分钟 差不多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好吧 打开看看这状态 哎呦 现在可以了 那我们就把关火了 好 把我们这个肉捞出来 然后呢 让它稍微拎拎水 一会儿我们就要进烤箱 还要烤一下 还要烤一下 要烤7分钟吧 主要我想问问什么呢 那是怎么传的呢 就告诉你 是酱油放多少 是吧 我们什么放多少 我觉得熟能生巧看就看差不多了吧 我们现在那个是到时候了 到火 好 咱们刚火 见分晓 好了 请我烤制以后 哇 好香哎 放回这个人汁的锅里 又放回去 放回去 对 咱们为什么要又放回去 你外壳有了 你还得让它再入一次味啊 哦 它外层烤焦的那部分又入一次味 真的特别好 哎呦 也超出我的想象的 我没想到 是吧 就是之前我认为就烤焦了以后 就已经很棒了 我的单稍微加 咱就可以吃了 这回 这是黄糖 黄冰糖 黄冰糖 我们用过以后啊 最后觉得是香气 就糖的香气 把味道的比较好 我给个白颜色的好一点 所以我们刚才那个顾姐姐说 我们这些菜已经用大量的糖 我们直到最后这一步 还要往里再放加入糖 我们现在可以再开稍微大点火 可以大火了 对 咱是盖盖吗 不干 我们准备关火 看 泡一 好 我们在这个泡比较浓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选择关火了 来 我们现在我们要进行二次的烤制 哇 上京城市道 七代已久的黑叉烧了 你看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清了 哇塞 还真是够黑啊 我们就直接盛出来了 好 哎呀 我能听到我们的心肝 公众人员的口水声音啊 但是有样啊 这得到凉了才能切呢 你现在吃不了 那不能再等了 那不能再等了 再等会要人认识了 没有 我给你提前准备收一小份 有一小份 太好了 咱们就赶紧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嗯 闻着特别香 好吃 很有嚼劲 而且它这个 甜味特别好 最重要啊 甜入味 对 接下来呢 您说说心里话 您觉得我们的黑叉烧 说实话啊 第一它选的肉特别好 鲜维组织少 口感特别滑嫩 对 其次呢 这么反复的烤 卤 完全的入味 就是让它把味彻底 不需要去沾任何的汁了 嗯嗯 今天因为一个是特殊的日子啊 是我们这小雪啊 天气啊 又比较凉 但是我们今天要吃上 姑姐的这么一道 就会感觉心里热乎乎的 马上这个小宇宙就爆发了 哎 但是我跟各位说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美食有鲜味 生活更有味 太多要调一片 喊您回家吃饭 选用梅花肉 切成大块 用姜 酱油 糖 香叶 腌24小时 调制卤水 桂皮 大料 甘草 香叶 花椒 加上葱 姜 蒜 糖 黄豆 酱油 开火煮 40分钟 滤去渣子 把肉 卤水 腌料水 一起放在锅内 加一定的凉水 加入葱 黄酒 煮至七成熟 将肉取出 晾干 放入烤箱 烤八分钟左右 烤过的肉 重新放入锅中 加黄冰糖 煮开后 重新放入烤箱 200度温度烤 约20分钟左右 取出 即可 李大厨 您今天怎么准备什么呀 咱们今天做的是一个带鱼 叫养生脱骨带鱼 那么这样 咱们今天在这个小雪的这个时节呢 咱们就看看李大厨给咱们带来什么样的暖意 好不好 行 那李大厨您操作 好 这个是这样的带鱼刺比较多 对 边说边做啊 这是挤背这一块 我们一般是从挤背下刀 刀呢 紧贴肉 这样呢 把这两片肉给它取下来 刺呢 几乎就是没有了 对对对 小雪节气里边呢 这个阳光日照呢 就比较少了 对 所以人的心情呢 感觉到就很压抑 很沉重 没错 那么这个季节的时候呢 按照24节气养生来说呢 需要的是就是说 这个安神养心 哦 所以今天这个 我们李大厨也是用 他的一些小办法 让咱们在这个 小雪这个时节呢 让您这个 感到安心 我们把这带鱼呢 嗯 放到一个盘里面 先给它腌一下 嗯 那么腌这个带鱼 最重要的几个原料 一定要不能少了 好 第一个 嗯 千万别放盐了 咱们不用放盐了 你本身带鱼就是 鲜带鱼 那么我放点料酒 嗯 必不可少的 对 必不可少的 花椒 搁点葱姜 用手呢 因为带鱼的肉质 比较松散一些 用手轻轻的 给它抹匀了 这几样原料呢 是去腥的重量 重点的重点 嗯 绝对不能放了 那咱们腌制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这个鱼骨头呢 咱们别扔了它 嗯 咱们给它煲汤 那哎呦 这个带鱼要是做汤 也会很腥啊 肯定会特别腥的 那咱们怎么办 咱们这样 最重要一个原料 是什么 核桃 这个就是买那种核桃 嗯 给它砸开了 这个核桃有一个特别好的吸附作用 如果家里炖羊肉 你觉得羊肉很山 嗯 那么把加两粒核桃进去 哦 这个核桃呢 它可以把羊肉里边的山味给吸进来 哦 倒一点底油就够了 嗯 煸点葱姜 哦 先炒香 我们把这带鱼呢 直接就煸了 我们把火关小了 放点料酒 嗯 这时候把这核桃放进去 哦 这是这时候放鱼的 对 加水 最好我们这一步加一些热水 有一个熬制的过程 所以这个我们把水量呢 尽量呢 给它放的宽一点 哦 这样呢 盖上盖 不要放盐 什么都不要动 开锅以后关小火就行了 哦 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它配点菜进去 咱们现在带鱼呢 嗯 应该腌得差不多了 有十几分钟就够了 这样我们开始煎带鱼了 好 拿一片带鱼 然后呢 蘸一下干面粉 干嘛呀 让它这个两面粘上 粘粘 粘粘上 嘿 哎 拖一下蛋液 这个时候我们把火给它开开 嗯 因为带鱼呢 海鲜类东西呢 它反正有打卷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们先慢慢地由小火变大火 先让鸡蛋当一个凝固剂 嗯 给它包裹住 好 这个料咱们也用吗 这个料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腌完它以后别扔 哦 我们继续呢 用它的料呢 来炸锅 哦 这样呢 不浪费 行了 好 咱们来一点点底油 好 真的没有多少油 油很少了 对 把这个葱姜呢 下去 我们关小火 哎 葱姜蒜味都出来了 对 我呢 特意选了两味中草药 哦 一个是远质 远质 对 哦 一个是荷花花 哦 这远质是什么作用 我知道永质啊 我叫永质啊 远质呢 是这个 我的兄弟 意志安神 哦 哎 荷花花呢 是促进睡眠 比较安神的作用 都特别好 哦 我们把这个呢 放进去 一般呢 就是两到三克 我们把远质呢 也放进去 嗯 挤一扣 就行了 把带鱼放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别开火啊 把葱姜蒜放在下面 尽量铺在葱姜蒜上面 哦 这样它的香味会往上走 哦 带鱼压着它 明白了 动作一定要轻 嗯 那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我们的小 小椒包呢 放进来 好 OK 料酒 放一点酱油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锅打开了 好 放一点盐 来 白糖 放一点醋 好 我们把水放进去 保持平行就可以了 盖上盖 咱们这样把这个盖过来 好 因为咱们的汤好了 啊 这就可以了 对 哦 那么我们给它捞出来呢 好 带鱼的营养成分 已经在汤里面了 哦 来一点盐 我们先放冬瓜 因为冬瓜不太好熟 所以我们先把冬瓜放进去煮一会儿 好 那像比如说每个节气呢 它对应身体油不一样 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比如说像小马呀 我们的皮肤病可能就会一发风疹 哦 所以它每个节气都不一样 小雪的节气 我们切记保证好的睡眠 嗯 好的心情 嗯 是最重要的 是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白菜放进去 因为油菜比较嫩 哦 最后这个秋葵和我们的 最后把秋葵 一块一块放 因为秋葵是可以飘在上面的 它的它有一个五角星的光彩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鸡蛋放进去 别浪费了呀 是吧 对呀 真好 真好 齐了 累出锅了 累累您的 这个时候有菜有汤 不管是家里老人还是孩子 正合适 正合适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看带鱼怎么样啊 咱们这个 嗯 好了 好 咱们给咱们装盘了啊 你看还是一块带鱼的形状 嗯 如果您刚刚这个打开 您看我们家的菜 吃了会有惊喜 哎 对 您告诉您这带鱼没有词 您可能不相信 我们把刺熬成了一锅汤 很了不起吧 好吧 我们把这个汤汁呢 淋在上面 行了 好 美食有鲜味 生活更有味 泰特乐赵一平 喊您回家吃饭 选用脚宽肉脚厚的带鱼 贴着几倍下刀去骨 然后用葱姜料酒花椒腌制一下 两面蘸上面粉脱蛋液 在平底锅呢 两面煎黄 锅里面呢 煸炒葱姜蒜 把煎好的带鱼放下去 加上料酒 醋 盐 糖 以及核框花椒远至烧至15分钟左右 收汁即可 游酒那个艳阳的天 你好看 看着我要把手留待了 我对陶老师最早的印象 就是拉板车的 陶主任说一句 可以改造好的孩子 盐水香 我们给这个菜起个名字吧 陶三块 南通的红烧狮子桃 你尝尝 拌个饭 挺好吃的 你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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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时飞着一棒 我往前吹 就这样绷绷绷的 这叫嘚瑟 让你嘚瑟一回 敢要快吃饭了 这是简单版的 还有升级版的 耶 出发 这样面该干什么的 是干啥都行 展翅高飞 尝尝这个 您尝尝 还给我点 我给您加一碗 哎呦 谢谢您 太香了 是 在这个小雪的季节 我们能吃到 这样的一份蛋鱼 真是感觉到 特别的舒服 从嘴里一直暖到胃里 从胃里又反上来 暖到心上 我觉得最后呢 我还要尝尝这个汤 我尝尝 那点不用 因为那盒道的作用起 它作用挺大的 反正我吃了这道菜啊 不仅是嘴里特别舒服 而且身体上感觉也好 所以我特别感谢二位 能在今天 给我们做这么两道 有意义 而且又有营养的菜 那我们大家 不妨也在家里头 试一试